我的寶寶 她现在已经四个多月 然后她是在我怀孕的时候吃这个CAM长大的 她已经吃了大概七个月 可以说是CAM宝宝 然后我 我可以 首先我自己介绍我就是这个CAM里咯 好文明就是 丽米 丁丽米 然后我是本身来自吉隆坡 我刚才我是37岁 刚才Ben有介绍过 然后去年我怀孕的是37岁 今年是38岁了 然后也不好意思了 讲这些年龄出来 只是说要介绍我的CAM宝宝 然后我 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怀孕第三个月的时候 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下 我遇到了我们的郑大哥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这个产品的好处 那时候我们也是半信半疑 这样听太师讲这个事业各方面的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我的胎儿也不是很稳定 也是我前后患过四个医生 然后我有两个是中医 两个是西医 然后我第一次看这个西医的时候 他说我的那个 是说前三个月的时候 大概两个月的时候 他说我的胎儿 那个我的这个 呃 胎盘啊 有一点裂痕 然后 他就给我 一直要打那个按钛针 然后还有个方面 这是蛮贵的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就是不对劲 一直要打那个针 然后后来我就回来医保 那是因为我现在是医保的人 我回来医保 我就找朋友 他们介绍我两个中医 我看了中医也是不对劲 因为看了他配要给我吃 吃了过后也是觉得 不是很好 不是很理想 我以为还是会有点来红 这样子 这样我就没有吃 过后我回去纪伦坡 纪伦坡我就 也是朋友介绍我 然后我去了一个那个 那个medical center 叫Ruby medical center 是比较出名的 在KL 然后那时候我是三个月多 然后我就要做一个 呃 baby的那个 呃 抽血的那个检验 然后检验呃 呃 报告他有讲到我 的那个 呃 因为我是高龄产妇嘛 然后我会有一点那个 呃 dow syndrome 就是所谓的 呃 啊 糖氏婴儿症 有轻微的糖氏婴儿症 有轻微的糖氏婴儿症 英文他是写 increased risk of dow syndrome 就是他会增加的咯 所以如果你不照顾好身体 然后这个糖氏婴儿症的情况 会增加 然后那时候我也刚 那时是三月中 三月前 三月之后 我接触到症大哥 他已经有跟随我讲这个产品 我也是想是在吃 我记得我吃第一包 我其实那时候我吃的时候 我是吃饭包开始 我吃饭包的时候 第二天我平时 因为之前我有呕吐啊 各方面 身体比较不舒服的状况 第二天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我就觉得很有信心 这个产品很有信心 我觉得可能可以办到我 因为医生说 如果你有这样的dow syndrome的话 他就叫我再多两个星期 去做一个抽取 那个阳太树的检验 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就拒绝了 因为也是蛮危险的一个 这个测试哦 然后我们就 我就大量的吃camp 其实我也是吃一包啦 我就赶快吃一包 每天吃一包哦 然后吃吃饭过后 然后再多两个月 然后我们一直有去做检验 多两个月 他有做一 当时是我的怀胎 大概六个月的时候 啊 我们 医师给我做一个 dictal scan 就是poly的scan 就是看了baby啊 有没有健康状况啊 有没有这个糖尸验症 他第一个检验 就是看我的鼻 鼻子的高度 好 因为啊 他高度就是能够知道他的眼睛情况 发展哎 真的是很正常 而且各方面啊 手脚啊 头脑什么都很健康的发展咯 所以那时候 我觉得啊 也很放心了咯 然后也 就再 再继续吃下去咯 就是知道我啊 vitality啊 十个月的时候 那时候 就是去年十月的十一月的时候 baby就 啊 要出事了 那出事的时候 他也没有带给我很大的痛苦咯 然后那时 我记得我四十一 就是说我早上十点半 好像感觉肚子痛了 我就去医院 医院 十一点 呃 真的很大痛咯 然后到十二点五十分 就baby就出事了咯 然后我觉得我各方面体力啊 也是蛮好咯 然后 呃 才用了一个小时又五十分啊 我觉得很庆幸 这个baby也 不会给我这样大的痛苦 和烦恼咯 然后 当时 这个医癌已经有四个月多了咯 然后 都长得很 就是说 呃 可以讲他很 呃 就健康的baby啊 他比较有密大呀 各方面咯 我都感受到这一点咯 所以我也很感恩 是说 因为我本身也是吃素的 然后我是感谢上帝指别座 啊 呃 给我遇到这个这么好的产品咯 所以在这里 我真的很感谢我们的 呃 公司的董事长 呃 我们的黄德里 然后他谣言从台湾 把这个产品带给我们这边大马的人资咯 咯 我也感谢我们的这个 呃 呃 王凯博博士研发了这个 这样好的产品 给我们的全人类能够分享到咯 我更感谢我们的郑大哥 呃 他 也把这个产品推荐给我吃咯 然后 让我能够 有健康身体才会 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咯 所以我现在会遇到朋友 我亲戚朋友 我都会把这个 好的讯息告诉他们咯 尤其是妇女跟孕妇咯 让他们知道 是这个旁团体对他们的胎儿 对她宝宝很好啊 也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咯 哦 好 这样感谢大家 谢谢